嗨,我是傅瑾琳 我现在,Oops 我刚好想到 来跟你一个 讲一件 一故事 为什么呢,因为我前面在讲麻油的奇迹 我说是小奇迹,因为 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说 麻油需要这么厉害 我在讲麻油可以 帮助这个 所谓叫pulling这个嘴巴 这个牙齿啊 把那个脏的东西啊 细菌啊什么的 那一只树的话呢,可以把它去掉 所以呢,很奇迹的我在看到 我刚好去 看到我母亲在青 开了,开车开很久 然后呢 他第一件事情打开他的 那个车子的那个后面 看到是一瓶麻油 所以我刚才 就很想哭,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呢 呃,就是说 呃,就好像一个小的奇迹 因为我没有 跟任何人 没有跟我妈妈讲说要麻油的 但是呢 呃,我在当天写下来 就说主啊,可不可以给我一瓶麻油 呃,虽然是好像很自然 因为我妈妈是非常大方 她当然说 啊,你要麻油 那刚好我买了这么一大瓶 而且是不是一大瓶 是好像一个加轮 呃,很贵的东西 不说光是 钱的问题啦 就是我在讲说 是一个 呃 呃,主 是用我母亲来 现在来 呃,好像是 保佑我 呃,当然人家不会这样觉得 她好像不会这样子觉得 呃,我现在在 呃,对 有一点这个阳光 呃,我想到我小时候呢 小时候又没有 爸爸妈妈 呃,就是 心里很骨干嘛 因为我只有一个 only one 呃,我记得看到一个电影啊 一个那个电影还是连续剧 一个韩国小孩子 穷得不得了 在乡下里啊 他们什么都没有 都是水泥啊 不是水泥 这是,呃,土 土啊 在土的地上面这样子 呃,跑来跑去的 光脚的啊 那没人有鞋子 呃,就很 就像我的情况 呃,然后那个 穷得不得了呢 我就记得 我现在不记得他整个片子的是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很喜欢看 我的阿姨啊 那时候我住在一起嘛 他也喜欢看 嗯,这个故事 呃,这小孩子好可怜 然后不管怎么样 他,呃,赚到 就是做一个 他在另外一个小村啊 不知道怎么样 做一个苦工 还怎么样 他,人家那个 老板就给他一个 呃,麻油一瓶 而且不是很大 就是一瓶啦 就这样子 你知道酒瓶那样子拿着 呃,就是那个 像 呃,咖啡色的那样子的玻璃啊 不是,就可以挡阳光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 他就很,呃,很高兴他 因为,呃,他在家 他家里什么都没有嘛 所以很抽脑 他就拿这个油 他兴奋的不得了 他要跑回去给他妈妈 他在跑 他说,妈妈妈 妈,我就记得这样 跑跑跑跑跑跑 拿一个麻油 呃,在手里头 这样放来放去的 好高兴的 妈 妈 你看我拿了什么麻油 我有麻油 他在大叫 就是离他家里 呃,他跑的时候 他快到的时候 还是叫他妈妈跑出来 然后呢 呃,下一个 镜头呢 一看到他这样子 他跑得很厉害 就碰到一个 一个石头啊 他跌倒 一跌倒 那个整个 我真的记得 因为我是很小 麻油瓶啊 全部都碎掉 啪 哦 哦,我就快 哦,我的天啊 我刚刚在想到 这个镜头 我还在哭 整个那个麻油啊 全部都漏掉 就破碎掉了 啊 不晓得为什么 我的心就会 嗯 觉得那小时候的事情啊 就明明不忘 嗯 所以 为什么这个麻油 好像是大惊少怪 可能 小时候看这个电视啊 还有关系 有那连续剧 因为我最记得 我在 诶,你小时候不懂嘛 我在那边大叫 我说,Oh no! 怎么可以把它打破 我就把它给我捡起来 可能还可以留下来一点点 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那个 舔一舔啊 吸出来 No, it's gone 全部都没有 嗯 所以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想到这件事情 嗯 OK That's it Really 如果你有什么 嗯 理论的话 怎么会想到这个麻油 很奇怪 然后 嗯 为什么会有这个奇迹 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跟我小时候 看到这个电视 连续剧有什么关系 那你在下面跟我写一下 Bye Bye